美国白宫周一发布的预测显示 未来几年利率明显高于一年前的预估值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对此指出 预测反映了市场现实 市场利率不可能恢复到疫情流行前的水平 日本第一大车厂丰田汽车13日与工会达成调新协议 写下25年最大加薪幅度 这渴望满足日本央行薪资和通膨持续双涨的升息条件 也让日营下周例会宣布终结负利率的几率大增 日经新闻报导指出 日本两家大厂日产和本田 双方将合作联手电动车业务 包括推出共同动力系统 联合采购和发展共同平台 共同面对中汽对手的竞争 德国运动服饰商爱迪达 周三公布了公司2023年净亏损达5800万欧元 这是从1992年以来首次亏损 爱迪达在北美市场的营收 去年年减16% 主要受库存过高和需求低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